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合原始点调理 体力大幅改善 每周两次来推广点 大便出血情况已改善 右背痛已改善 乳房周围肿瘤 有几个较大的微硬肿块 已经变软且缩小二分之一 体力也变得很好 但心里有些忧虑 担心乳房会爆掉 担心会不会转移他处 担心是否有没爆掉的成功案例可参考 先生虽然都有陪同 与学习及协助 家里六位小孩都希望他去西医开刀 医院也一直叫他赶快去开刀 心里一直有些质疑 才会提出问题 志工都以针对问题解说明 只是学员想请张医师解说 好 这一个问题 第一个他提出乳房肿瘤一定会爆开吗 一般如果有硬结肿块的情况下 然后你去在硬结肿块的下沿周围 找到压痛点去按推 他慢慢会肿胀 甚至会爆开 那这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不是有没有爆掉 这个我就不 我没有看过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有没有爆掉 我认为还不是重点 我之所以会讲一定会爆掉 因为我看到的大部分都爆掉 就是从硬结肿块按 然后肿胀爆裂 然后流出血液来 组织液来 那为什么会提醒这一点呢 重点就是让大家不再害怕 知道这个是体伤修复过程中 一个必然会经过的过程 是属正常恶化现象 所以不需要担心 那如果说没有爆 然后他也变软了 也变小了 那这个也是好转的一个现象 因为如果没有硬结肿块已经变软了 那代表好啊 而且肿瘤又缩小 那如果这样看来 那这个没有爆掉 也没有什么事啊 不一定要等待他爆开啦 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那不过这两个问题的一个共同处 都是在问这些肿瘤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比较属于果的层次 我们原始点有说阴檐果嘛 那都比较强调在果上 也就是肿瘤的变化 那这样在果上 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看下一页 比如 比如他 这里他有提的 他的肿瘤也 那个已经变软 而且已经缩小 体力也变好 那这个就是好转 很明显 所以没有爆开也无所谓 就不要再去想 会不会爆开的问题 我是这么建议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他家里的孩子 跟他们 跟他意见有不合 就是他们孩子还是希望 去医院开刀 那这个我可以提出 就是我个人也经历过 比如说我太太 也是因为乳癌嘛 那那时候摸也有硬结肿块 那时候还不知道 可以这样处理 那时候也没有原始点 那知道我接受西医处理了 所以开了两次刀 总共他有开三次刀了 那前两次就是第一个把乳房整个缺除 第二次再进一步把淋巴周围再挖干净 西医说这样为确保 这个肿瘤能够挖干净 那这样事后再来调理就比较没问题 但我们都做了 很不幸的 挖到这么干净 而且经过两次手术 我太太已经体力大幅下降 那时候因为也没有原始点的概念 不知道体力下降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那结果不到半年再去检查的时候 我太太不但从割干净的地方再长出来 而且又远处转移到骨头 所以事实上当时候西医很明确的跟我们讲 已经挖干净了 而且手术是几个小时 那个在开刀室 我是等待焦虑了好几个小时 那我太太那时候出来也已经奄奄一喜 好像就是不大人表达 但是我发现他有一个小动作 就是表达出忍 就是这个从口中很微弱的声音 我听到一个忍 我赶紧去用探照灯 还有棉被帮他盖 久久他才恢复 好那回复这个孩子 大家都以为他割干净就不会再长 事实上跟大家想的不是一样 所以这里又要回到我们的重点来 我说如果你暗软了也变消了 是不是已经完全好不见得 你还要再进一步去把它周围 那个患处在周围找找看有没有压痛点 如果有 那这时候的好 还没有完全全意因为他阴还在啊 那个压痛点在那就代表体伤还在 也就是他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 依然还是有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 盐 再来那阴已经在我们用原始点的阴炎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只要炎这个炎可能是情绪也好 也可能是体力进一步恶化 那热能也严重不足就会造成他体上进一步恶化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果一定会出现 那所以重点不再割 要不要去割 你割了 第一个你要考虑的就是那个体伤还在不在 如果他能够挖到干净你也摸了周围都没有痛点 那这个用原始点来诊断这个才有意义 但这种情形外面的人很少知道 我就举我的鼻子为例 我那时候鼻尖长出这个坠肉 已经有十年了 结果有了原始点最后我说后来了解 一定要从患处去按 然后也鼻尖按下去确实有痛点 那慢慢的这个坠肉啊 坠油就慢慢肿胀 然后最后鼻尖就真的肿胀之后 就开始流出血液来 这样连续流了五天 那最后整个鼻尖也 这个十年的坠油也真的是完全消失了 但是在隔一年之后我发现 我的鼻尖在按还有痛点 那我就知道 我的我当修得好 还是留有一些没有全部干净 所以我在 虽然它还没有长出来 但我已经摸到有里面有硬块 我再开始按 那按一按 结果鼻尖又肿胀 又流一点血来 那经过这一次在修复之后 我最近在摸就没有这个 就是痛点 也就是压痛点或硬结肿块 都没有了 那这时候我就确定 这个我的鼻尖不会再长出来 那同样的肿瘤也是这样 你如果有些人按一按 现在消了 但它那个硬 压痛点还在 也就是体伤还在 那你先别高兴 很有可能再长出来 同样你手术也是一样 但问题就是 你这样按 没有什么副作用 但手术很伤人的 你进去 要打麻醉劲 然后在很冷的冷气室里面 整个衣服是被剥光的 然后手术刀就在你身体上 划来划去 这些几个小时下来 你整个的体质一般都已经 严重破坏了 以后出来 再调理都要花一段时间 如果你又不懂得调理 很可能身体就垮下去了 那这样来看 重点还不在于你肿瘤 这个乳房的肿瘤有没有消 重点是在于 你那个压痛点有没有找出来 而且这个压痛点的体伤 你有没有真正的彻底解决 这个才是因 那在解决的过程中 到底有没有破 如果你了解 所有的病一定要从因下手 重点再把那个因解决了 才是一劳永逸 如果了解了那报以不报 就不是重点了 而且孩子 叫你要不要开刀 也不是问题的 因为开不开刀 到最后会不会再长出来 都跟那个压痛点有关 所以原始点一路做下来 已经很明确的了解 所有疾病皆因体相及热能不足 这一句话绝对是真理 这才是真正的因 这个因如果没有解决 你一直在讨论这个乳房的变化 或是要不要手术 或用原始点 那个意义就不大了 好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 好 好